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4月11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股涉盘节目 本周的经济数据非常值得关注 因为本周是业绩财报季的开端 所以有哪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和业绩展望 的确非常值得期待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值得关注的有周三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零售数据 以及周四的消费价格指数CPI 后者是美联储衡量是否应该加息的一个关键指标 上个月公布的数据中 虽然CPI有较大的下跌 但是核心CPI仍然坚挺的在2%的上方 并创进8年新高 从本周FOMC会议纪要的情况来看 美联储官员已经就加息路径产生了分歧 CPI将会成为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 外围市场方面 下周也有很多重要的数据公布 周一周二和周四 中国英国以及欧元区也将分别公布3月的CPI和PPI数据 周四英国央行公布最新利率决定以及会议纪要 周五中国公布第一季度GDP 中国的第一季度经济表现的情况 是美国以及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可能决定整个市场未来一段时间 对整个经济大环境的态度 下周一开始 2016年第一季度财报季 又将轰轰烈烈的拉开帷幕 周一盘后 同样是由美国旅业打响投炮 然后就是包括周三盘前的摩根大通 周四盘前的美国银行 黑石 富国银行 周五盘前的花旗在内的金融股 此外还有暂定周三盘后发布的移动闪存设备制造商Sandisk 以及确定在周四盘前发布财报的航空公司Delta 英利和巨美均没有在上周如预期发布财报 暂定本周同时间补发 否则超过规定90天就会遭到处罚 本季度财报季 金融股和能源股的盈利状况并不被看好 华尔街对美国旅业美股盈利的统一预期仅有0.03美元 远远低于一年前的0.28美元 摩根大通 黑石和美国银行等金融股的盈利预期均低于去年同期 美联储未能以人们预料的速度加息 国际经济环境恶化 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萎靡都是造成盈利受损的原因 虽然预期值放的较低有利于数据突破预期 但是整体来看仍然加重了人们对标普500基本面的担忧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周一美股的具体表现 周一美股石油黄金在线齐齐上扬的行情 隔夜欧压市场涨跌护线 其中护身300尤为的抢眼 大涨超过1% 此外油价暴涨近2%带动了美股三大股指高开 标普500指数一度冲破2060点 不过好景不长 由于本周是众多银行的财报季 市场焦头情绪紧选 大盘是迅速下行 标普500指数退回2050点附近坚守 午后三大指数在精力回落后 小幅的气吻回升 上周表现疲软的金融科技板块 今天领涨大盘 市场逐渐进入了震荡盘整 大宗商品方面 油价于昨夜涨势强劲 WTI清制原油期货价格 一度突破每桶40美元的关口 随着油价在精力回调后 于早盘向每桶41美元发起冲击 目前在40.5美元附近盘整 金价同样是涨势凶猛 于早盘直接镇上每盎司1250美元 涨幅超过1.3% 目前在1260美元下方波动 美元指数则是依旧的疲软 于早盘直线下行 现一跌破94点 Morgan Stanley今天升级了 运动手环商Fitbit的财报预计 认为Fit第一季的财报将好于预期 将主要得利于新产品 Alta以及Blazer的销售大卖影响 分析师预计 第一季度收入将高于预期的 10%到15% 看涨Fit的同时 分析师看跌GoPro以及嘉敏 认为GoPro的销量持续下滑 消费者对于运动相机的热度也在下降 给GoPro卖出评级 目标价9美元 而嘉敏的市场份额则更是持续的削减 给予42美元的目标价 Fit今天一度大涨超过5% 现报于15.17美元 本交易日 机构Staffy认为VRX已过重要关口 从最近几天发布的消息来看 最大的风险因子已经消除 此时有必要告诉投资人 VRX的重要品牌价值 以及其多个授权分支 其核心产品的旺盛需求 该机构预期VRX股价可恢复到65美元每股 最高可质90到95美元 VRX当前流动资金可满足债务偿还 资产出售不是非常的必要 认为当前VRX股价被过分低估 但是今天VRX股价却一度下跌 接近5%报32.03美元 据知情人士透露 大众将计划最早于5月份 重返债权市场以筹集资金 去年大众的汽车伪气丑闻 让公司成为国际老鼠 信用惨跌 基本退出了无担保债权市场 不得已的大众只能依赖成本高昂的 银行贷款度过难关 据悉大众的银行贷款 已经达到200亿欧元 此番重返债券市场 确实可为公司挽回一些 不必要的成本支出 大众股价今天上涨1.8% 报27.72美元 美国太平洋铁道公司 今天突然终止 对美国第二大铁道公司 NSC的收购计划 这个收购计划 已经进行了近三个季度 而NSC此前一直表达了 对此次计划 很可能被董事会否决的观点 担忧此次的并购将导致监管审查 变得更加的严格 同时也认为NSC在没有CP的支持下 可能运行的很好 CP发表的声明表示 CP将停止对NSC的收购 并且撤回以前要求NSC股东 针对此次计划开展股票会议的动议 受此消息影响 CP股价开盘后 一路拉升至美股141美元 在美股140美元附近徘徊 截至目前CP美股爆139.78美元 涨幅3.7% 而NSC的股价截至目前则爆美股79.39美元 跌幅2.5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美股收盘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